《阳风》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没错原来当我们面对教练的时候 在那么多年里面我发现 就是无论成年人或者小孩都好 其实他们都会有两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是他们会面对鞭策的困难 第二个变数就是人事问题 比如我儿子面对一些鞭策 或者我试试给一些东西考考他 很多时候他最初就说 不可能的很难的 我会解释给他听 因为他开心见诚说 我用开心见诚去解释给他听 其实可能性是这样 然后没多久可能他进步了 然后他会直接开始问 不是说说没可能 怎么做呢 其实我可以怎么做呢 然后再没多久可能他 再进步的时候他就会问 其实我做到这样的程度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爸爸是怎么解决呢 甚至到近期的时候 有这个做法 甚至要给他一些意见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起码有一件事 是跟我以前去训练人 或者教人是不同的 就是他跟我没有人事问题的 当然这个来自他的信任 但是同样来自因为 他是小孩的子的心 他里面没有那么多这种黑暗 是来自以前的外邦世界 或者是以前顺住之前的这些世界 他没有的 他没有这种黑暗 他不会用这种黑暗 去杀种或者回应 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我发觉 无论那个人 真的跟我的交情是多久 很多时候 当我真的以教练的身份 就是我跟他分析清楚 我一定要这样教你 这样帮你 这样才可以 主要都讲很多关于性格教导 好了 但是问题 当我真的面对人 以教练身份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们这两种问题都出现 就如我所说 次因的第一种问题 第二种就是次因都没有的人事问题 都会出现 而当这种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很吵架 吵架的意思就是 我很多时候只能够停止 不能够再成为这些人的教练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当人事问题一出 其实这些人就变了 他都不知道 因为当我们信了主 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我们自然会发杀光明的种子 我们爱主 但是每一个 永有活水人都可以的 譬如你回到教会 你被爱 你自然会爱人的 对不对 我们当被人祝福 我们自然会祝福人的 我们当被人关照 我们自然会有关照人的 但问题 原来我们天生 不是这样的人来的 为什么你知道 我们天生不是这样的人呢 因为你以前 在自己可能 未信主之前 可能是一个很水深火异的光景 你的环境很影响你 那些人恨 你又学会恨 那些人偷 你又学会偷 那些人学会去攻击人 你学会攻击人 看不看呢 原来我们在一个 我们认为恶劣的环境 我们根本就会杀黑暗的种子 所以原来我们有这个天性 就是说当我们回到教会 人家对我们好 我们会对人好 这个就是活水 会有反应 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环境 我们觉得 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会开始刺激我们去杀黑暗的种子 我们自然会黑花黑面 我们提醒我们 我们也不认 我们自然的态度又变了 我们自然就会出现很多不好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泥土已经是能够产生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的 而现在这些人呢 已经开始杀黑暗的种子 就夜思想就是他这种的感受 可能夜难人静都立在一边哭 相信人家的恶意 相信自己的受伤害 就夜思想 甚至可能带上行动 去回应他自己所信的东西 就好像醒来说 人中是什么在收的什么 他种光明的种子 他当然是活在光明的角度 但是他杀黑暗的种子 他们活在人间地狱 我说他在回石安的人 他都可以活在人间地狱 然后他占了奸家会 但是人中的是什么就收的 是他自己杀黑暗的种子 杀黑暗的种子的人 他就会怪 为什么人家对他的眼神是这样呢 做法又是这样呢 但是他又没有照一块镜 他自己的面容 他的态度究竟已经变成什么呢 你会看到 慢慢这些人 对于自己以前家中的黑暗种子 他现在回到教会杀 所以变成如我想说 当我发觉如果那个人 只是遇到那个难题 去问 去商讨 去挑战自己 去进步 就OK的 遇到这些问题 但是去到第二种 所谓人事问题 这些人没有小孩的心 我就只能够停止边策他 甚至可能一生已经定了 这个人都不能再教他了 由得他自己 所谓真是在信仰上 自生自灭 因为按照他自己能够 体会和相信的程度进步 但他不能够按照教练 那种观点与角度 去进步 我想给大家知道 每一个在他接受教练训练之前 都一定要有个觉悟 那个觉悟就是什么呢 教练有时候他一千倍 甚至一万倍 甚至可能是技何级数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这些在美国的篮球赛 篮球赛 或者足球赛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我说的是 有些球员 他们刚刚出身 他连一场赛事都没赢过 但是 我说的是 另外一些神话 一样的教练 他一生带领他的球队 赢的是几百场赛事 输的输的只是几场 那种级数是 天文数字的对比 一些人我说的是 从未赢过 但是有些人 他输都是只是 因为球员不生成 而不是因为他训练错 但是当我们没有这个觉悟 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教练 有时候比我们的级数 去到这样的程度的话 我们仍然以保姆的身份 和态度 打算平起平坐 那你一生都错失了 这个祝福 而你的教练只能够却步的 因为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我一生当中 我可以有大把人选择 我不需要选择 那些人根本一生都不会 爬起身 浪费我的信用 租太我的时间的人去对一 但是能够承受得 我所给的训练和锻炼的人 就好像 譬如我儿子 或者我身边的对一 他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 得到很大的祝福 而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不断突破 肉身所给他们的限制 而他能够在属灵里面 是超乎常人的 他享有一个比他本来 更加幸福百倍 或者千倍的人生 但这种人生 其实个个都可以拥有 因为起码我自己所训练过的人 个个他们都可以拥有 但只不过很多时候 这些人脚因为一些小石仔 去困倒 而他不懂得珍惜 一些人在生命当中 可能比较努力去断配计 而并且愿意用他们的时间 去换取他们的成功 当这些人不懂得珍惜的话 他一生只能够错失这件事 就如我所说 如果有时 尽快会帮这些 不懂领情的人 去对一 或者帮他们的话 他们只会杀更多 黑暗的种子出来 而将自己 种在一个人间地狱 一样的生活 无论他身边 本来爱他的人 都离他而去 本来帮他的人 都要却步 他们只能够再次 落回去被呵护的情况下 希望几年之后 能够变回正常人 但这个就是我所说 原来每一个要点灯的人 他第一个要面对的 当中会一位弟兄姊妹 但很多时 就如很多大人都说 有些人真的不懂得想的 他长大完全不懂得想的 他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怎样 也不知道自己身边人 多么爱他 而最恐怖就是 不懂得珍惜自己 身边 所有最宝贵的人 如是 约翁方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尝尝感谢 要珍惜主人为 尝尊重 你心恩可为 我深感谢你 似月翻雪 给我心安慰 万有泪 独你 是我宝贵 从今后 我不将光阴放弃 无退后 再付出不计 只要望你 按着真理 远离 陈竹西 天风 最怨响的祭礼 神啊 你心恩多宝贵 无尽爱 偏级无穷天制 我心永感恩 盼情牵重增 期待每日 每分 每刻 竟出活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